加拉泰书第五章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 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离,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 我再指着凡受割离的人确实地说, 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 从恩典中坠落了。 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离,不受割离,全无功效。 唯独是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你们向来跑得好, 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 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罩你们的。 一点面叫,能使全团都发起来。 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 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 必担当他的罪名。 弟兄们, 我若仍旧传歌礼, 为什么还受逼迫呢? 若是这样, 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 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 把自己割绝了。 弟兄们, 你们蒙兆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你们要谨慎, 若相咬相吞, 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我说,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以下。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 污秽、 邪荡、 败偶像、 邪术、 仇恨、 争敬、 忌恨、 恼怒、 结党、 纷争、 异端、 嫉妒、 醉酒、 荒焰等泪。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 没有律法禁止。 翻属基督、 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 私欲, 同定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不要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 互相嫉妒。 互相嫉妒。